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青海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省份 为游客提供独特而多样的景点和活动 青海以其迷人的自然景观 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食 总有一处适合每一个人 在这个美丽的省份 这里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要做 探索青海湖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湖泊 也是青海最受欢迎的旅游圣地之一 清澈的海水 白雪挨挨的山脉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为游客提供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体验 您可以乘船游览或租一辆自行车探索该地区 参观塔尔寺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 是中国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它拥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寺庙 宗教文物和反映西藏丰富文化遗产的美丽壁画 在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 远足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公园 在其壮丽的山脉 河流和瀑布景观中提供许多远足境 该地区还栖息着许多独特而稀有的动植物 是大自然爱好者的理想之地 在青藏高原博物馆了解青海历史 青藏高原博物馆是了解该地区丰富历史和文化的绝佳场所 它拥有许多展示该地区独特文化遗产的展览 和手工艺品尝尝青海菜 青海菜以其藏汉风味的独特融合而闻名 一些最受欢迎的菜肴包括藏式面条 青海羊肉和牦牛肉菜肴 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酥油茶和酸奶 参加传统节日 青海一年四季都有许多传统节日 如黄园赛马节 同仁唐卡节等 这些节日为游客提供了体验该地区独特传统和习俗的机会 参观塔尔寺塔尔寺是位于悉尼附近的另一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 它以其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丽的壁画 以及独特而古老的藏传佛教传统而闻名 总之 青海是一个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景点和活动的省份 从探索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 到了解该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 每个人都可以在青海享受乐趣 那么为什么不计划去这个美丽的省份旅行 并体验它所提供的一切呢?